通常家装的灯光设计追求对太阳光的还原 用的都是黄色和白色的光源 比如说我们最常见的LED灯 通过对白红蓝绿四种极色灯珠的组合搭配 可以获得你需要的任何颜色 再配上智能芯片 还可以呈现出镜变的效果 静态 渐变 平闪 跳变 有四百多种变化模式 然后你可以手机连蓝牙 特别方便 而大小长短你也可以自己选 这虽然是高科技 可是不是我想要的 这种呢是使用了折射镜LED灯珠 通过折射镜的原理将灯光折射到墙面上 投射的距离越远 彩虹就越大 这个虽然很漂亮 很方便 但 就只是灯而已 好 你的想法我大概清楚了 那这样吧 我回去再帮你想想其他的办法 好 麻烦你 什么情况啊 应该跳闸了吧 我去看一下 等一下 你害怕啊 我 我不怕 我现在找人去 你不是说你不怕吗 我是 我是担心你不安全 要不我陪你去吧 我没事了 我可以 不行 不安全 我还是陪你去 感应灯了 对 这是感应灯 那现在行了 我找人去了 等一下 你不要这么着急嘛 我们可以在这里等人来啊 你不要这么无趣嘛 你看这不是挺好玩的吗 像不像我们小时候玩的那种 你拍一我拍一的游戏 你看 你看它亮了 嗯 那你也没有听过梁小孩 把拍手游戏离奇失重的鬼故事 你刚才拍手了吗 不是你拍的吗 我没有啊 那谁拍的 那谁拍的 我拍的 你们俩来干嘛呢 没事赶紧走吧 你看吧 我就说肯定会有人来的 走吧 等一下 谢谢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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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要健康茁壮的成长哦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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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寡女 顾处于是 她只是帮我收复 玻璃屋的设计师而已 没记得 师姐 你看 这次我知道排版 我说明大言了 你放心 小夜酒都交过我了 从今以后 我绝对不会再浪费 公司的一草一木 师姐 师姐 好 安丽 疯了吗 对了 师姐 昨天秦医生还满意吗 昨天我可是吩咐过他们了 把所有我跟彩虹沾边的灯 全部都摆出来 他们还说了 从来都没有见过 那么大的成长 那你就会知道 这么多灯会跳架呀 我知道啊 所以我还特意留了 一盏深呼灯 就是她 师姐 其实能帮到你 我也很开心的 我也费了挺他劲的气势 他们还是说我这小孩 挺真 出去 我帮你拿走 那我想你出去 师姐 你怎么把我带下去 你为什么要知道